另外台中佛法山圣德禅寺创办人圣伦法师 威胁女义工案 现在呢圣伦到目前为止还是一再的否认 而现在简紧二度来到圣德禅寺 结果在圣伦的房间当中 意外还搜出了裸体欢喜佛 警方都调查 圣伦疑似就是借着双修的名义来猥胁女义工 涉嫌猥胁女义工的圣伦法师 已经被法院裁定收押 但是圣伦到目前为止还是否认猥胁 简紧二度来到圣德禅寺 结果在圣伦的房间内 意外搜出裸体欢喜佛 圣伦法师为何要收藏裸体欢喜佛 让信徒很意外 警方也查扣当成重要证物 所谓欢喜佛是属于藏传佛教中 男女交合的命宗佛像 男的代表慈悲 女的代表智慧 而且男女都是裸体 警方调查圣伦疑就是借双修的名义 违宪女义工 那个好色贪财 他昨天会出事 我早就两个三年前就这 不只私领域很神秘 圣伦法师带这间寺庙也像民工一样 三楼是圣伦的房间 一楼是茶道教室 中间有私密的电梯互通 而且内部房间多 还可以四通八达 甚至一楼可以打通后方的透听错 圣伦云在否认猥胁女义工 人仅仅仅不放弃二度搜索 甚至蝉似 除了带回欢喜风 还有不少相关证物 要加速厘清违宪案的幕后真相 如今台中 宋科报道